赌场最不想让人知道的十个秘密 这些秘密,大家可能都曾见过 却从未了解过真相 每年,上亿人都在赌场里上当 你知道,为什么赌场里找不到一面镜子吗? 你知道,为什么输得越多的人 反而能得到越好的服务吗? 而其中的第一名秘密,更是惊人 赌场甚至可以载人进门的那一刻 就算出他会留下多少钱 下面,院长就来为大家揭秘 赌场那些最不想让人知道的十个秘密 第十名,赌场的布局 在我的印象中 赌场往往是金碧辉煌的原型大厅 或许有人会疑惑 为什么赌场不设计成方形呢? 其实,这都是经过专门研究的 曾经有一位名叫比尔·弗里德曼的赌场经理 琢磨出了一套赌场设计原则 赌场采用圆弧形设计 能够让客人最大程度地接受各种视觉刺激 而那错综复杂的弯曲道路 是为了让客人顺着弧线丝滑地进入每一块场地 在整个赌场中,你会发现天花板很低 走道和走廊很窄 内部场地被分割成一块块小空间 这就是传说中的空间消除法则 它能让客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眼前 消除空旷空间所造成的注意力分散 同时也能让客人在里面更有安全感 从而更大胆地赌钱 而这一切的设计被统称为迷宫式设计 即使你站在中央 也难以分辨出方向和出口 就如同猎物进了牢笼一般 这一切并非偶然 其唯一的目的就是 尽可能拖住玩家的脚步 想象一下 当你想要找出口 却走来走去 看到的依然是很多赌桌 那你会不会停下来 玩上几分钟 甚至几小时呢 总而言之 离开赌场 要比进入赌场困难得多 第九名 赌场没有镜子 所有赌场都存在一个极不合理的地方 即便是时常出入赌场的人 也很难注意到 赌场没有镜子 按理说 作为公共场合 镜子通常是标配 可以随时让客人整理着装 修正仪容 可为什么赌场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根据赌场的说法 镜子会影响玩家在赌场内的体验 会让人们在玩游戏时分心 因为他们会时不时地关注自己或别人的样子 但实际上 真实原因是 赌场老板不愿意让玩家在镜子里 看到自己的形象 人在赌博的时候 通常会进行自我暗示 输的时候面目猙獰 会心有不甘地孤注一掷 赢的时候 满脸春风得意 以为马上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 而这些癫狂的画面 一旦出现在镜子里 就会瞬间打破玩家心中的幻想 击溃他们的心理防线 甚至会让他们幡然醒悟 就此离开赌场 而这显然不是赌场希望看到的 所以 为了避免玩家离开 镜子是禁止出现的 现在你知道了吧 不装镜子 是为了让你一直沉迷 那你知道 为什么要把现金换成筹码吗 你以为是为了方便吗 大错特错 这样做 只是为了让你多输钱 第八名 只用筹码不用现金 筹码最大的好处 其实在于 让玩家失去对金钱的概念 不管是哪种货币 一张现金 与一百张现金在后赌 体积以及重量上 都会有很大差别 所以 当你手上拿着纸币时 交出一百张现金 和一张现金在心理上 有很大的不同 这必然导致 当你把大量现金 丢在赌桌上时 一定会沾前顾后 然而 变成筹码后 一百块和一万块 除了颜色有点差别外 基本上一样 当玩家赌得入迷时 丢出一个一万块的筹码 并不会比丢出一个一百块 更有压力 这就如同钱包里的信用卡 用它购物并支付时 很难产生太大的心理波动 因为花出去的钱财 并没有具象化 只是从我们手中悄悄溜走的 一串数字而已 筹码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玩家们把它压上赌桌时 并没有强烈的心理负担 所以为了 赢会不停地压住 直到面前的最后一枚筹码 也被拿走 他们才发现 原本鼓鼓的口袋 早已空空如也 但此时早已毁之晚已 第七名 书钱多的人有优待 当一个人在赌场输得越来越多 甚至输光的时候 赌场会如何对待他们呢 是直接扫地出门吗 结果可能恰恰相反 他们不仅会得到更周到的服务 甚至还会获得特殊优待 当你灰金如土 一至千金后 赌场就会为你开后门 配备专门的接待员 提供高级饭店住宿 新型赌博机 也会让你抢先试用 而他们这样做 也是希望用这一套特殊服务 让你越来越沉迷 逐渐丧失自我判断能力 最后被掏空所有积蓄 甚至欠下巨额赌债 即使欠下大债 赌场也会为你出谋划策 甚至帮你贷款偿还赌债 从而转嫁风险 而如果被判定为 能够输得起大钱的客户 也就是被称为金鱼的玩家 那么你的待遇 几乎等同于帝王 只要你想要的 基本上都会满足你 曾经有一位金鱼 不喜欢去厕所 喜欢在墙上小便 赌场甚至专门为他 招募了一组清洁工 只为他一人服务 这看起来惊世骇俗 其实很好理解 赌场就跟所有商家一样 当然喜欢一至千金的玩家 为了留住他们 即使受点委屈也无所谓 第六名 老虎机的赢率 对于出入赌场的玩家而言 没有哪一款游戏 比老虎机更合适了 老虎机门槛低 价格实惠 最低只需几块钱 就可以玩一次 玩法也简单 大部分人都能在十秒内 掌握玩法 在老虎机中投入一枚硬币 按下按钮 机器转动 如果荧幕上出现三个相同的图案 就可以依照其图案所代表的不同金额赢得奖金 然而 这款门槛最低的游戏 却也是最凶狠的 以老式老虎机为例 三种颜色的 中奖几率是18000 而想中投奖的几率 甚至高达246万分之一 相比之下 一个人被闪电击中的几率 也才60万分之一 也就是说 想要中老虎机投奖 需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被闪电连续批中四次后 还能侥幸幸存下来 这种人只能说是天选之子了 更离谱的是 他的程序还是可以调节的 他可以让你每次都差一点点中奖 让你产生下一次就中大奖的错觉 从而引导你不停玩下去 更过分的是 他们甚至可以直接调整中奖几率 也就是说 他们想赢多少就赢多少 全看心情 于是 这个不起眼的老虎机 就成为了赌场最大的摇钱数 赌场75%到85%的收入 都依赖这些设备 第五名 赢太多 会被赌场封锁 对于赌场来说 他们不怕输钱的人 却怕一直赢钱的人 不过你一定会说 世上哪里有这样的人呢 事实上真的存在一直赢钱的人 而这些人就是所谓会算牌的人 当然 所谓的算牌 并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能把所有人手上的牌 算得一清二楚 这里所谓的算牌 只是透过已经出现的牌来计算 下一张牌是哪一张的几率 可不要小看这一点 哪怕是提高了10%的几率 也能让你立于不败之地 不过 即使你有这样的能力 你也最好收敛自己 如果赢得太多 就会被赌场礼貌地请出去 曾经有人通过这个方法 从赌场赢走了数百万美金 最后还被拍成了电影 决胜21点 不过他从此 也就被列入赌场的黑名单 终身不能再进去了 也就是说 想赚大钱也没问题 不过只是一锤子买卖 即使你想用这个方法到 其他赌场复制 也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是信息共享的 在其他赌场里 你也会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 所以说 假如你真的有这种能力 也最好每天只赢个几百几千块 因为对赌场来说 这点钱不算什么 反而会增添赌场的人气 也能让其他玩家以你为榜样 幻想在赌场可以赢钱 所以你越低调 赌场越不会跟你一般见识 第四名 赌场里的奇怪香味 很多进过赌场的人 一开始都只是想进去看看 谁知一进去 就有种想赌钱的冲动 看似是定力不够 其实是赌场故意设下的陷阱 原来 在赌场的通风系统上 连着一些金属小盒子 这些小盒子会在空气管道中 释放蒸汽 金油蒸汽 随即在整个空气系统中 扩散开来 这款金油的特殊香味 独一无二 它可以直接进入人的大脑 勾勒出你对赌场的印象 而这些味道 被常年混迹赌场的人们 形象地称为 迷晕香 书香 棺材香 它们的目的主要是 扰乱你的记忆 这种用药物 让人陷入混乱的情节 看似只会出现在电影里 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每家赌场的香气都不一样 但效果却是殊途同归 闻着这种香气 在赌场的疲惫感会快速消失 进而产生一种新潮澎湃 跃跃欲试的兴奋感 在2006年 有人做了一项研究 两个分别独立的赌场包厢中 一个喷洒香味 另外一个则不喷 结果是喷洒了香味的赌场 增收约45% 由此可见 香味的效果可不是一般的好 第三名 赌场会偷偷打氧气 没有窗户的赌场 空气质量理应差到极点 喧闹的环境 再加上许多玩家烟不离口 很难让人在赌场长时间停留 然而 赌场里面的空气 却并非如此 原因在于 赌场为了解决空气问题 同样花费了许多心思 不仅有专门用于换气的排风通道 甚至会在出风口加入氧气 没错 赌场每时每刻都在向场内输送氧气 进而确保空气中的氧气含量 超过30%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有人说是为了让人不困 更兴奋 可以赌得更久 其实这只说 对了一半 如果玩家兴奋了 但仍保持理性 那么这个人还是不会赌更多 而赌场在空气中 加氧气的真正原因 是为了让人的植物神经 尽快兴奋 也尽快疲劳 从而让玩家们更加不理性 更冲动 这样 玩家的钱 就会像流水一样 很快从手中偷偷溜走 第二名 赌场没有时钟 对于赌场而言 玩家在赌场待的时间越长 赔钱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 让玩家忘记时间 阻止他们离开 就成了赌场的头等大事 模糊时间的第一个手段 是驱除时钟 身处赌场 一旦玩家意识到时间的存在 那么他极有可能会抽身离开赌场 而一个人缺少时间观念 便会沉迷其中 难以自拔 时钟作为最常接触到的时间提示 自然就不可能出现了 所以 在赌桌上连续熬夜的人 屡见不鲜 便有这样的原因 除了时间 另一个自然生理时钟就是光线 如果没有阳光 人就很难矫正自己的神经系统 容易因疲劳陷入紊乱 借而缺乏理性 倾向冒险 这样的玩家会赌得更多 更大 更久 所以 窗户也被列入了赌场的黑名单 甚至有的赌场会在内部装潢的时候 就把大厅刷成蓝天白云 从视觉上欺骗我们的大脑 所以 为了让我们失去时间的概念 赌场可谓手段叠出 不过 为了你的钱包 在赌场看来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如果说没有时钟是针对所有人的一场骗局 那下面的这个秘密 确实为每个人都制定了专属的陷阱 想逃都难 第一名 赌场的监控 不管是在影视剧中 还是出入赌场时 都会发现一个事实 赌场内监控无所不在 离谱的是 有的赌桌上 居然一下安装了四五个监控 真的有这种必要吗 答案是肯定的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留下你的钱 有人说 这么多监控是为了防止玩家作弊 而这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原因 其实这些监控不只是摄像机 还搭配了高科技手段 从你踏入赌场那一刻起 就已经开始被监控跟踪 如果你是社会公众人物 通过人脸辨识之后 第一时间就会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其实你不是公众人物 在接下来的高阶数据分析中 你的身份信息和财富状况 也会被查得一清二楚 一旦有价值 就会被重点标注 除此之外 透过监控 还能分析出你的玩法规律 以及下注特点 他们就能通过这样的数据 给你配对到适合的项目 或是搭配合适的赔玩对象 让你的钱更快地留在赌场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赌场的一个小心机 监控在一定程度上 会对你产生一些心理压力 让你忙中出错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一切手段 都是为了更快地掏空你的钱包 所以奉劝大家 浅尝可以 但千万不可沉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院长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